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股市节目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香港股市连续三周的强劲表现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对降息的暗示 激发了市场的乐观情绪 恒生指数和科技指数的上涨 无疑是对投资者的一记强心针 同时 澳大利亚股市也因美国市场反弹 而受到提振 标普 ASX200指数再创佳绩 我们看到房地产和科技股表现强劲 尤其是Cogan的股价飙升 这让我们不禁要问这股势头能否持续下去 而随着美联储的政策转变 市场未来的走向又将如何 在鲍威尔的言论背后 潜藏着哪些影响经济的关键因素 今天的节目将深入剖析这些问题 让你对股市的未来有更清晰的认识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华尔街股市特别节目 我是你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近期市场热点 特别是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暗示 即将降息对全球市场的影响 首先我们来看看香港股市和澳大利亚股市的最新表现 香港股市连续三周上涨 市场普遍乐观 恒生指数在今天上午9点55分 上涨1%达到17784.99点 这一涨幅是在上周1%涨幅的基础上再度上扬 科技指数表现抢眼上涨了1.3% 而上海综合指数则微跌0.1% 房地产业的龙湖集团股价飙升5.5% 达到8.96港元 无锡生物技术公司也上涨了3.7% 达到10.64港元 保险业的平安保险上涨2.1% 达到36.30港元 运动服装制造商安踏也上涨了2.4% 在科技股方面 百度领涨上涨了3.2% 达到84.85港元 腾讯上涨了1.6% 达到381.60港元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在上周转换上市地位后 上涨了1.5% 达到83.85港元 这些涨幅主要得益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在上周五暗示美国政策制定者准备调整利率的消息 自2022年3月以来 美联储已经11次上调目标利率 并在最近9次会议中保持不变 鲍威尔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 堪萨斯城联储年度会议上表示 政策调整的时机已到 他进一步指出降息的时间和速度将取决于即将到来的数据 发展中的前景以及风险的平衡 香港金融管理局在其联系汇率制度下 紧跟美联储的政策决定以维持其货币挂钩 在其他地区 日本的日经225指数下跌了0.8% 澳大利亚的S&P ASX200指数上涨了0.7% 韩国的COSPE指数则几乎没有变化 那么澳大利亚的情况又如何呢 根据悉尼晨风暴的报道 澳大利亚股市也延续了近期的涨势 S&P ASX200指数上涨了60.6点 或0.8% 达到8084.5点 距离本月早些时候 创下的历史高点不到100点 房地产业和银行业是表现最好的板块之一 科技和能源股也表现强劲 四大银行的股价全线飙升 澳大利亚国民银行上涨2.2% 西太平洋银行上涨2.1% 联邦银行上涨1.5% 澳新银行上涨1.3% 矿业公司也表现不俗 Fortus U股价上涨1.9% 币和币拓上涨0.4% 利拓上涨0.3% 水泥制造商James Hardy Industries 成为最大的蓝筹股涨幅者 上涨5% 其次是招聘网站Seek上涨4.4% 还有Seven Group上涨2.7% 在线零售商 Coken的股价飙升11.8% 该公司宣布将支付每股7.5澳分的股息 这是该公司几年来的首次最终股息 尽管Dan Murphy和BWS的所有者 Endeavor Group报告销售额创记录 达到了123亿澳元 比去年增长3.6% 但其股价下跌了6.9% 成为最大的蓝筹股跌幅者之一 Bandigo和Adelaide Bank的现金收益 在2024财年下降了2.6%至5.62亿澳元 其股价下跌了0.5% 澳元对美元汇率约为67.8美分 此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在怀俄明州的一次央行行长研讨会上表示 由于通胀消退 政策调整的时机已经到来 并减少美国利率 鲍威尔的讲话标志着美联储的急剧转变 此前两年 由于通胀上升至几代人以来的最糟水平 美联储开始加息 美联储的目标是让美国家庭和公司借贷成本变得昂贵 以减缓经济并抑制通胀 虽然鲍威尔谨慎地表示任务尚未完成 但他用过去是描述了许多在疫情后导致通胀飙升的条件 包括 已不再过热的 就业市场 这意味着美联储可以更多地关注其双重任务中的另一项任务 保护一个正在放缓 但迄今为止已经抵御了许多衰退预期的经济 至少在上周五 鲍威尔的演讲帮助华尔街普遍反弹 标普500指数上升1.1%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升1.1% 首次收于41,000点以上 而那斯达克综合指数跳涨1.5% 在标普500指数的大公司中超过85%的股票上涨 涨幅最大的来自NVIDIA 其股价上涨4.5% 这些市场动向反映了全球投资者对美联储政策变化的积极预期 在香港和澳大利亚 投资者对鲍威尔的讲话反应热烈 这不仅推动了股票市场的上涨 也反映了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乐观情绪 然而我们也需要关注潜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 首先虽然降息可能会提振经济 但可能会带来新的通胀风险 其次全球地缘政治局势的不稳定性仍然是市场的一大隐忧 最后随着全球经济逐渐复苏 供应链瓶颈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可能会对企业盈利能力产生影响 总体而言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讲话 无疑对全球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 香港股市和澳大利亚股市的上涨 反映了投资者的乐观情绪 然而我们也必须保持警惕 关注潜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 以便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市场变化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 希望这次的深度分析 能帮您更好地理解当前市场动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这次降息的暗示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好消息 看看香港股市和澳大利亚股市的反应 市场立即起飞 这就是市场对降息的期望 恒生指数上涨1% 科技股更是光芒四射 百度、腾讯、阿里巴巴都涨了 这是对经济复苏的强烈信心 降息将会让资金更便宜 投资更活跃、企业更有利润 楚天书 你这是太乐观了 降息能带来短期的市场狂欢 但长期来看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你还记得2008年的次贷危机吗 当时也是因为过度降息导致资金过于便宜 结果泡沫破裂 全世界都遭殃 现在就像一个吃过多糖的小孩 短期内嗨皮 长期内蛀牙痛苦 降息有风险 不能只看短期的市场反应 齐齐 你这是启人忧天啊 08年是由于金融市场的结构性问题 不是单单因为降息 这次美联储谨慎地表示 会根据即将到来的数据和风险 来决定降息的速度和幅度 这是有智慧的政策选择 你看看 澳大利亚股市的四大银行股价全线上涨 这就是市场长期信心的表现 再说了 日本日经225指数虽下跌0.8% 但那是因为他们有自己内部的问题 不是降息的锅 楚天书 别太天真了 美联储这次的降息 虽然听起来很美好 但我们的考虑到这些降息的影响 可会蔓延开来 你看看Endeavor Group 销售额创纪录但股价下跌6.9% 这不是降息能解决的问题 是消费者信心不足造成的 再者说 降息容易让资金大量流入股市 造成泡沫 等泡沫破裂时 那可是史诗般的灾难 你真想再来一次1929年的大萧条吗 奇奇你这是过于悲观了 难道你忘了1990年代的经济繁荣吗 也是美联储降息后带来的经济增长 那可是美国经济的黄金时代 降息会让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进行扩张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提升消费者购买力 人工智能巨头NVIDIA股价上涨4.5% 这就是市场对未来技术的信心 你说的风险 不是每次降息都会导致灾难 这要看政策如何灵活应对 哈哈 楚天书 你这话听着真像是华尔街的销售员 1990年代的繁荣 是有其他因素的 比如科技革命 全球化等 降息确实能短期内拉动经济 但长期来看 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政策 你看 Bendigo和Adelaide Bank 报告现金收益下降2.6% 股价下跌0.5% 这就是金融机构对长期经济的不安 另外 资金流动过于频繁 也会导致市场波动加剧 风险更高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